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受到 你在我们当中,你不但是坐在宝座上 而且你已经伸出你的手来拥抱我们 谢谢你刚刚借着我们旁边的 你宝贝的儿女,他代表你 他代替你给我们一个温暖的拥抱 给我们一个真诚的握手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透过他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感到很温暖 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属灵的家 我们这时刻乐意听你的话语 感谢圣灵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 感谢圣灵赐给我们悟性和智慧 让我们能够学习了就靠你的力量来应援 谢谢你与你的仆人同在 谢谢你恩高他,让他成为你话语恩典 能力爱的出口 奉耶稣基督圣明祈求感谢 Amen 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语 我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是我生命的良 我相信圣经所说的 我是谁,我拥有什么 我能做什么 以及也是我生活的最高准则 我以诚实温柔良善的心来领受神的话 并靠着圣灵的能力来遵守 我将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圣告 Amen 我们先讲神的话 待会我们有三对或者是四对 会有这个婴孩的跟儿童的奉献力 因为有一个小孩昨天生病了 我不知道他来了没 那如果他还没有好 他今天可能就不能参与 我们先来看 今天我要有很短的时间来跟大家讲 我们要经营基督化的家庭 培养金钱的后代 经营基督化的家庭 培养金钱的后代 一讲其实是讲不完 但只能做一个引言 作为一个开始 好,那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想到基督信仰的时候 首先你会想到什么 当你想到基督信仰 首先你会想到什么 想到耶稣 哇,好棒 想到耶稣 还有呢 持支架 哇 哎呀,我很安慰 你们的答案都那么好 还有呢 你首先 首先先想到 有人想到基督信仰 你立刻想到的 恩典 哇,很棒 谢谢主 看来你们听到的时候 都听得非常的专注 很好 那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一下大多数的人 有些人想到基督信仰的时候 他会想到的是 哇,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规矩 要我们去遵守 给我们很多的要求 命令我们要这样的去做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第一个想到的是 想到基督信仰 就想到一套的系统 一套的这个原则 一套的规矩 或者律法 要去遵守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这一个 那如果是有的话 那今天就帮你调整一下 那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的想法 当我们想到基督信仰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位救主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位爱我们的救主 拯救我们的主 这个是美好的想法 当我们想到基督信仰的时候 如果我们先想到 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以及他赐福给我们什么 他为我们做了什么 他给我们什么样丰盛的恩典 这是很美好的一个角度 就是看上帝为我们所做 这是非常健康的基督徒 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基督信仰 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 首先我们先想到的都是 上帝要求我什么 然后我应该要怎样做 才能够去讨他的喜悦 这样的基督徒会比较辛苦 比较累 因为是比较从自己为出发点 来去看基督信仰 所以会发生到 神对我是很多的要求跟不满意 神对我会有许多的不满 甚至会有惩罚 如果是从这个角度 就不健康 所以我们先想到基督信仰 我们一定要先想到 我们的上帝是一位良善的上帝 慈爱的上帝 信实的上帝 值得我们信任跟全心跟随的 只有我们对他有这样的认识 弟兄姐妹 我们的心就会献给他 我们的生命为他的荣耀而活 我们就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他是我们的老大 他就是我们独立的真神 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是我们的阿爸父 我还惧怕什么呢 所以这个是健康的基督徒的 这个观念或者说心态 好 那我们很快的来看 阿爸天父到底赐给了我们什么 当我们想到基督信仰的时候 我现在就这样的来跟大家分享 这几方面 第一 上帝所设立的 这是他亲自设立的 然后赐给我们的福分 基督信仰上帝给我们第一个 就是救主耶稣基督 神赐给我们的是一位救主 他来是要解决我们的罪 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 以及竭尽我们的生命 因为罪让我们不幸福 因为罪让我们的结局 就是审判跟地狱的火火 因为罪让我们这个人不可爱 我们所有一切的问题 苦难跟悲剧都是因为在我们里面的罪性 这个罪性是遗传下来的 然后自己又去放 一代又一代 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说 我在母父里面我就有了罪 所以这个罪是遗传下来的 我们这个罪性 你发现到在小孩身上就已经有了 所以一直长大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知识 意志力量来解决我们的罪性 所以外面的心理学家说 人一生下来如同一张纸是洁白的 是环境的因素 是因为父母不正确的教导害了他 不 圣经讲得很清楚 是因为罪性 所以耶稣来解决的是我们的罪 好让我们可以与在基督里 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能够有上帝给我们新的生命 我们可以有丰盛的生命 我们知道我们的永恒 就是跟耶稣基督在一起 第二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什么 不但拯救我们脱离罪 还要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我们圣经说犯罪的是属于魔鬼的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 所以让我们看到上帝赐给我们这位救主 就是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里面拯救出来 进入光明的国度 成为上帝的儿女 耶稣来为我们做这样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周来到这里 我们说主耶稣 我们要来尊容祢 我们要来感谢祢 如果不是耶稣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不会是这样 感谢耶稣 第三 耶稣不但解决我们的罪 救我们脱离黑暗 祂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而这个的生命是为新天新地 为永恒的世代 为永恒的将来而预备的 所以一旦信主的那一天 我们有了新生命 这个的生命就是为新天新地而造的 弟兄姐妹 你们有这新生命 我们在永恒里面跟耶稣基督一起度过永恒 我在我的弟兄门徒小组里面 我就跟大家说 我们如果今天 如果没有花时间要来亲近耶稣 那我们要想清楚 因为在永恒里面 我们是永远的跟这位耶稣在一起 如果今天都不喜欢耶稣 那你真的想要在永恒里面跟耶稣在一起吗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耶稣基督是那么宝贝的爱我们的主 让我们今天花时间来跟祂建立非常美好的生命的关系 耶稣来带领我们与上帝和好 最让我们与神关系破裂 你知道最带来的是什么 最带来的就是 让我们觉得自己是上帝 比上帝更聪明 比上帝更好 更会做决定 所以你发现到 我们人在世上做决定的时候 常常忘记祷告 忘记等候神 聆听祂的声音 告诉我们怎么做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上帝依靠你太慢了 速度太慢了 我自己来做决定 这就是罪 罪就是什么 罪就是把人变成神 神变成我的奴仆 这就是罪 而基督耶稣来的救恩 让我们与神恢复关系 让神做神 让人做人 这个叫做回归本位 同时罪另外一个的行义 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 第一个就是 这个本位的错乱 然后我们与神和好 本位的恢复 神是神 人是人 人应当要敬畏神 跟敬拜神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在伊甸园里面 生命树跟分别善恶的树 人要吃什么 人被那条蛇 魔鬼诱惑 要吃分别善恶树 分别善恶树的定义是什么 让我自己来定义我的人生 让我自己来定义我要怎么做 我的生活 我的金钱 我的时间 我的工作 我的前途 让我自己来定义 不需要上帝定义 因为如果需要上帝定义 我必须要读上帝的话语 按他的定义而去做 但是如果我要按我自己的意思 我呢 这本圣经是放一边的 已经沾上许多的灰尘 碰都不想碰 如果我们每天的生活 是这样的模式 其实就告诉我们 我们还想每天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我们不想吃生命树的果子 话又说回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永恒里面 在新天新地里面 启示录告诉我们 有生命树 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吃 我们要想清楚 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都不想吃生命树的果子 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都没有想要跟耶稣 多在一起一分钟 那我们真的想要在永恒里面 跟耶稣在一起吧 吃生命树的果子吧 弟兄姐妹 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 我到底有没有新生命 如果我有新生命 我生命的食物就是这个 生命树的果子 如果我有新生命 我的生命是从耶稣那里所赐的 我不可能会忘恩负义 把耶稣给推开 我不可能再次的让伊甸园 又被我给糟蹋了 我又再次被赶出伊甸园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思想基督信仰的时候 让我们第一个 存在感恩的心说 耶稣 谢谢你 为我降生 谢谢你的爱 如此的火热 赐给我新的生命 让我与上帝和好 弟兄姐妹 我们很幸福 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所以第一个的重点 就在于关心 一想到基督信仰 不要想到一套的律法 要求 规则 教义 等等 还有许多的课程 许多的上课 不对 那不是基督信仰的首先 基督信仰的首先 是人跟上帝建立生命的关系 是关系 而不是规则 是关系 而不是一套的知识 是关系 而不是冷冰冰的教义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抓住这句话 我们的基督信仰 不再是不冷不乐的 我们的基督信仰 我们不再是被动的 隐藏的 退缩的 我们很勇敢的说 我很感恩 我是阿爸天父宝贝的儿子 或者是他的女儿 弟兄姐妹 这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所以基督信仰 第一个上帝 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 成为我们的救主 关系是需要花时间建立 关系是需要付出的 是需要付出的 而且在这个的关系里面 我们知道 我们的心是要信靠他 我们承认他是主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他是我们生命的王 我们要信靠他 我们不再是信靠我们自己 我们从我们生命里面的宝座 退下来 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 这叫信靠 全新的信靠他 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知道 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有分量的 就用我们有多信靠他来衡量 我们每一天 我们是不是先让他来定义我们的生活 让他来带领我们的人生 我们是不是以他为中心 如果是 我们正在不断地去信靠他 他是主 我们是属于他的 这是非常美好 降服耶稣的主权 信靠就是降服耶稣的主权 我还记得我们礼拜二 地学门徒小组 我们讨论到谦卑的时候 我们学习到谦卑的第九课 讲到对上帝的话语感到战惊 对上帝的话语感到战惊 然后我们就分享有哪一集的经文 神的话语说了 我们听了之后 感到战惊的原因就是 神这么说 必定这样的成就 而且我们乐意去遵守 是没有去不信的 没有说去怀疑的 而是乐意的去遵守 那就是对上帝的话语感到战惊 我就用了雅各书第四章八节 上帝给我们这一节的话语 他说你们亲近我 我就必亲近你们 上帝说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你知道这句话对我来说 很震震震撼的 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想 就算我们所爱的妻子 当我们在忙碌的时候 甚至你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 或者你正在经营一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刚好这时候 你接到你太太的电话 或者你接到你宝贝的儿子 或者女儿的电话 你会怎么做 你会不会立刻跟你最重要的客户 或者跟你正在开会的上司 或者是跟你正在讨论事物的同事说 对不起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 我一定要听 哪怕你接到之后 你的太太跟你说 没什么想你而已 你知道吗 讲到这个我很亏欠 我很亏欠 我还记得十年前 应该是十年前 那个恩爱父亲 我们在香港参加一个恩爱父亲的时候 你知道最后呢 有一个就是做丈夫的 要有一个例子 然后太太也要有一个例子 想要重新对配偶要做什么 我还记得我其中写了一项 是我说 不管我多忙 只要我的太太来找我 我一定要放下我手边的事 专注地来去听她 然后满足她那一刻的需要 我那天说了 当然我前面再来就要靠着上帝的能力 到现在 我只能够说 有进步 有进步 但是还没有完全做到 不容易 她是我的宝贝 她真的是 在人际关系里面 我是最爱她的 她就是我最重要的人物 你看我都还不能够把 我正在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放下来 以她为更重要 她比我的事情更重要 我只是在进步 但还没有完全 更何况 永生的上帝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创造我们的上帝 治理宇宙万有的 无所不能的上帝 你知道在浩瀚的宇宙里面 我们连灰尘都嫌太大了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人 我们说我们只不过是灰尘 那个面积都还太大了 这位全能的神 竟然把自己限制在这句话的里面 把自己的无所不能 限制在这句话里面说 只要你亲近 我就一定亲近 就好像我刚才说 如果我做到 我所答应 我太太的 我不管多忙 我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不管我是跟谁开会 只要我的太太来 她一定是我优先的选择 的服事 跟聆听的对象 不管谁 你想想如果今天那个总理 或者那个总统 或者那个主席 他给你这样的一个特权 他说不管你发生什么事 只要你有需要 你一通电话 在我的手机里面 只要一看到你这个 是在我台首位的 不管我多忙 甚至指挥战争 我都愿意接你的电话 听你的电话 来把这个时间给你 你知道你有多猛兽恩仇吗 弟兄姐妹 当我们读雅各书第四章八节 这句话在圣经里面那么宝贵 上帝说 你亲近我 我就必亲近 你亲近我 我就必亲近你 弟兄姐妹 神把自己限制在这样的一个的 一个的合约里面 contract里面 只要你找我 我一定是属于你的 我们是谁 上帝既然把这样的权柄 这样的恩宠 这样的恩典 给了我们 然后呢 我们听了之后怎么样呢 弟兄姐妹 我们的反应是 有什么稀罕 结果没有去亲近他 把他当作垃圾踩在脚下 还是我们觉得说 主啊我太懵恩宠了 所以呢 我们常常对你说 主啊我要来到你面前 我只想对你说 我爱你 谢谢你这么爱我 弟兄姐妹 我们的反应 正在显出 我们到底有多认识 这位爱我们的上帝 我自己本身被这节经文 我刚才说的很震撼 这就是他改变 我的生活方式 我不管在做什么 或者开车 或者怎么样 我时不时我就跟阿爸父说 阿爸父我爱你 我培养我自己 时时刻刻生命 就是以他为中心 因为我知道他给我这个应许 我一亲近他 他说他立刻亲近我 我要在他的同在里面 所以为什么我常常把一天的时间 虽然有些时候不能够太惨的给他 但是我保持我随时随地 我都让我自己告诉他 阿爸天父我爱你 因为我亲近你 你就必亲近我 弟兄姐妹 你相信上帝给你这句应许吗 全能的上帝 把自己限制在给我们这句话的约束里面 无论我们做什么 无论我们在哪里 无论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 他说你亲近我 我必定亲近 弟兄姐妹 今天 现在 耶稣 在等待着我们 亲近他 他必 亲近我们 好不好 给一点时间 好吗 我们每个人现在时候 我们就来亲近上帝 因为他说 他必亲近我们 然后让我们领受 领受他的爱 他的恩典 和他对我们所说的话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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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应许 而且你是说到做到的 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丰盛生命教会 我们你的儿女 主啊愿意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以你为中心 时时刻刻的都乐意来亲近你 甚至每一天把一天的开始 都先来亲近你 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 给我们恩宠 给我们特权 奉耶稣基督圣明 祈求感谢 Amen 我们来看第二 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 给我们的是圣灵保贵师 圣灵保贵师最宝贵的地方 就是住在我们心里 弟兄姐妹 旧约的人物 我们所欣赏的是谁 摩西 我们所因为他可以 四十天在山上 跟上帝面对面四十天 他脸上发光 我们最欣赏的 就是像那些的先知 以赛亚 在圣殿里面 看到上帝的宝座 像以利米 像以西节可以看到 那个的上帝 坐在这个的火轮上 我突然就忘记 那个叫什么 第一章以西节 所以我们很羡慕 那些旧约的先知 但是你知道吗 包括大卫 他那么靠近上帝 旧约的人物 不管再怎么样的 尽情依靠神 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恩宠 圣灵不但住在我们内心里面 而且是持续的住在 像这些旧约的先知 圣灵是什么 圣灵是充满大卫 住在他的里面 然后又离开 圣灵在旧约是充满会离开 那圣灵在新约充满就不离开 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比旧约的那些 以色列人更蒙福 弟兄姐妹 因为他们的情况就是 上帝是在外面 人就是人 需要透过先知 透过祭司 把需要告诉上帝 而如今 耶稣说他升天之后 赐下宝会是圣灵 居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弟兄姐妹 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顾问 最好的律师 最好的供应者 最好的辅导者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圣灵的这个 上次讲过了 七方面的角色 那我们今天很快 只是讲一下 他是教导我们 明白真理 他是带领我们 每一天的生活 让我们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有智慧的决定 圣灵他安慰我们 我们承认我们有些时候 很容易受伤 很容易会软弱 很容易会 会后悔 很容易会甚至会跌倒 圣灵来 是来安慰我们 并且为我们代求的 圣灵来供应我们所需要 供应我们属灵的恩赐 供应我们信心 爱心 远弃供应我们属灵的能力 圣灵来为我们辩护 圣经告诉我们 当我们哥伦家传福音 当我们受到这个审判的时候 我们不用担心说什么 他说圣灵会赐给我们口才 说单说的话 当然圣灵还是一个 光照我们的 圣灵也是重生我们生命的 那重点一样的 关系 我们跟上帝之间 记得关系远远是摆在第一 所以你发现跟耶稣 知道是先有关系 我们自然就会信靠他 跟圣灵呢 我们要常常跟内在的 圣灵有关系 我们就会顺服他 我们如果不顺服的话 我们还想自己做主 那我们真的浪费 上帝赐给我们的 宝贵是圣灵 那如果我们要顺服圣灵 我们要花时间等候神 聆听圣灵的声音 他告诉我们怎么做 他告诉我们如何 如何跟我们的孩子沟通 如何满足太太内心里面的需要 他的感受 他的情绪 你知道吗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聆听圣灵 圣灵会教导我们 我们今天说 我有太多的问题 太大的困难 弟兄姐妹 神赐给我们的是 宝贵师圣灵 我们不要忽略他 他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所以这是第四 所以圣灵是帮助我们 生命的成长跟成生 然后第三个 上帝才赐给我们 他的坏 基督信仰 我们必须要先想到 前面这两位 救主耶稣 保贵师圣灵 然后才想到 神赐给我们 他的坏 但是很多人就颠倒了 一想到基督信仰 想到很多要求 很多规则 很多命令 不 不 你误会 所以当我们想到 基督信仰 神为我们所设立的 第三方面 就是他赐给我们圣经 圣经是什么 圣经是让我们可以 准确的 深入的认识上帝 跟上帝的旨意 要不然的话 我们如果不读圣经 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就如同 虾子 摸像 我们以为上帝是这样 如果我们没有读圣经 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我们内心里面 制造出来的偶像 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因为摩西在山上四十周月没下来 他们就制造了那个金牛肚 然后说这是耶和华 这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 你看 自己制造了金牛肚 然后说这是耶和华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没有读圣的话语 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肯定是我们里面民间信仰 人的欲望 别人口中的耶稣 还有别人的榜样 混合起来的一个四不像的耶稣 然后我们以为这就是耶稣 不 那叫偶像 那叫偶像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 所制造出来的丁牛肚 他的影子是什么 他的背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观念 对埃及 埃及的偶像 只是名字换了 叫做耶和华 所以摩西非常的生气 那叫拜偶像 弟兄姐妹 我们做基督徒 如果没有读上帝的话语 我们里面的 状态是什么呢 所以为什么每一天 我们要把最重要的时间 献给上帝 我们读神的话语 是因为我们现在有新生命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天国的子民有新的什么 圣洁的生命跟圣洁的生活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在黑暗里面过日子 我们不再属于黑暗的国度 我们是属于光明的国度 我们是属于耶稣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遵行上帝的话语 告诉我们 原来天国子民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我们的圣洁生活 我们的圣洁生命是什么 所以这是上帝的话语 然后圣经也是我们生命的灵粮 我们新生命就需要吃这个粮 因为上帝的话语不是知识 耶稣说上帝的话语是灵 是灵 是喂养我们生命的粮食 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语 我们就有力量 我们就有信心 神赐给我们的是圣经 那关系是什么 这个重点就是 我们跟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 我们就很乐意遵行他的话语 没有跟上帝建立好的关系 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 我们都想要什么 都想要给他掺水 我们想要打折扣 这节容易的 应许给我的 我就要 这节好难哦 我就不要 弟兄姐妹 当我们跟上帝好的关系 我们是乐意遵守的 所以它是我们的根基 它也是喂养我们的生命 它是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 带给我们生命的成长 然后接下来上帝赐给我们家庭 上帝赐给我们家庭 弟兄姐妹 家庭是上帝所设立的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说 他所设立的人就不可以分开 因为这是他的设立 这是他的权柄 那家庭 我们家庭首先呢 就是我们是 头第一个三角形 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然后丈夫妻子 这是第一个的三角形 以上帝为中心 耶稣为中心 所以家庭里面 谁说了算 耶稣 耶稣说了算 这就是为什么在家庭里面 我们需要有家庭的祭堂 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儿女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因为那是尊隆他 尊隆耶稣是我们家里的主 祂是我们的一家之主 弟兄姐妹 我们这里知道 我们这边要活出来 言行要一致 那我们的整个家庭 才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耶稣是中心 祂必须要被尊隆 必须要被高举 第二 丈夫是头 圣经说 丈夫是头 一定要被尊重 丈夫是头 要被尊重 头是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所谓的头 头肯定不是霸道 那个就不叫头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恶霸 圣经讲到头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 他是供应者 他是带领者 他是保护者 他是教导者 他是供应者 所以首先家里的责任 供应方面 是丈夫 他是供应者 接下来他是 他是带领者 带领整个家庭 他是保护者 保护家里的安全 每一个人是不是安全 保护不单是身体的保护 头脑的保护 情绪的保护 还有情感的保护 心灵的保护 然后接下来是教导者 教导者 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遇到一些困难 跟需要的时候 做丈夫的 做父亲的 我们是要舍己的 我们是要舍己 这才是头 头必须要被尊重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看了一篇的文章 非常的好 他就说 如果丈夫没有被尊重 你知道丈夫如果没有被尊重 他在家里面 他会出现怎么样 他说如果爸爸在家中 没有尊严 没有被尊重 那么男性的胸禁 跟气概会被压缩 取而代之的 这个男人就会有暴力 跟这个琐碎 那么这个特别是 如果家里面 这个太太是一个非常有才华 有才干 又聪明 又很果断 容易做决定 比较强势 如果不小心收入又比较高 他说这个父亲在家里面 就处于弱势 就没有地位了 那么呢 这个太太呢 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跟丈夫商量 大小事就自己做的决定 就好了 时不时还冒出了一句话 我感觉我自己一个人过都多好 那就非常的糟糕了 如果父亲不被尊重 这个男人就会变得很唠叨 啰嗦 脾气非常的暴躁 而且看不到一个男人的开阔跟挺立 那么他说 这样的一个的情况里面 会影响他的孩子 会影响他的孩子怎么样 会影响孩子的个性 也会影响孩子的个性 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孩子 如果爸爸是这样的 孩子会善事自己的自信跟元气 孩子会变得目光短浅 格局非常的狭隘 而且他男孩子的应该有的勇猛 跟那个的野性也会被削弱 取而代之的 孩子会变成很内向封闭的个性 成为一个讨好型的人格 还有一个老好人士的做派 他呢 这个也会变得很卑微 这个也没有这个的信心 这个就是当家里的头 这个男人不被尊重 就会对这个男人本身这么大的负面的影响 以及带给孩子的影响 因为孩子看不到一个父亲 作为一个男人的一个好的形象 然后孩子以后不懂得如何 如果他是男孩 他不懂得如何做男人 他不懂得如何做头 他不懂得如何承担责任 他不懂得如何来带领 如何来供应 如何来保护 如何来教导 他完全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 而且还会被嫌弃 特别是如果爸爸一抱孩子 如果那些比较掌控的太太 你这个错了 别吧 你去做其他 那变成 你知道好多丈夫为什么 他说 关于管教孩子的事 我就不去碰了 为什么 因为肯定做不好 做不好就怎样 就挨骂了 就很没有信心 很没有自信 好吧 管教孩子的事就交给你了 结果你就发现到 父亲跟孩子的关系 就没有那么样的亲密 这是很多的一些的问题 他说如果这个太太 常常在家里面 包括在孩子面前 包括私底下 如果他常常表达的是 对丈夫的尊重 什么事情都愿意跟他商量 甚至常常跟他说 你知道吗 你就是我的偶像 你是最棒的男人 我多么的高兴 我多么的幸福可以嫁给你 如果常常讲这句话 当然也不用说每天 我的意思是说 让丈夫感受到 你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你是这样的心态 他说 这个丈夫的 这个一家自主的感觉 立刻不一样 他在事业上 喘尽十足 而且事业上 也不怕艰难 不怕困难 那么呢 对于孩子的事 他会亲力亲为 因为他知道 不会被念 不会被嫌弃 而且呢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来带孩子 跟行动 他跟太太 带孩子的方式 很不同 他也许比较注重的是 孩子的学习品德 还有生活的习惯 但是做丈夫的 可能培养孩子 更多的是 他的体能 他的运动 他的爱好 户外活动 比如说带孩子 会有露营啊 潜水啊 攀岩啊 还有 这个 骑当车等等这一类的 会让孩子的心态很阳光 他说被尊重的爸爸 就是这么样的 有自信 有底气 有成就感 而且这样的男人 会更加爱他的妻子 也会主动地关爱孩子 最重要的就是 被尊重的男人 他在家里面 就有了威信 有了自信 他的气度 气度跟格局 就会更加的宽广 而男人特有的优势 逻辑性 创造力 洞察力 探索力 跟冒险感等等 就能够被充分地发挥 孩子看到这样的爸爸 他的眼界 他的心胸 他的家庭的层次跟格局 也都慢慢地在上升 这就是当一个男人 被尊重的时候 家里面就健康 孩子 他的个性 不再是推缩 而是有自信 但上帝说 男人你是头 男人我们承认 我们不太会做头 所以圣经加了一句话 男人 基督是你的头 耶稣是我们的头 所以我们要信靠耶稣 我们要亲近耶稣 祂是我们的智慧 祂是我们的力量 祂是我们爱的源头 祂是我们的盼望 祂是我们的喜乐 我们知道我们工作有压力 但是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有耶稣教导我们 如何做一个男人 而这样的一个亲近上帝 神给我们的权柄 让我们的太太 从内心里面去尊重 我们的孩子 看到一个敬畏神的男人的形象 阿们 太棒了 我们继续来看 妻子 妻子圣经说是帮助者 妻子在家里面很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先被宠爱 想想 当他还没有结婚之前 他在他的原生家庭 他是掌上明珠 他是宝贝 他是爸爸妈妈所疼爱的女儿 一旦结了婚 组成自己的家庭 想想如果没有继续被宠爱 他会感觉他的身份 从宝贝的女儿 立刻变成什么 变成怨妇 什么事情都要做 而且那个没有人爱 没有人疼 不知不觉 听说还要多照顾一个大男人 大男孩 你知道他就变成什么 心里面很多的怨气 就变成埋怨 妻子如果被疼爱 被宠爱 家里的温度 那个温馨 那个温度就慢慢的起来了 所以我看了这篇文章 他就说 如果太太 如果做妻子的 没有被爱之论 他的内心就很匮乏 情感就很干顾 而且很情绪化 他不但没有能力去付出爱 而且对他的丈夫 常常会有最糟糕的一面 最讨厌的话来去回应 并且将负面的情绪 转嫁给孩子 但是如果这个妈妈有被爱 这个妻子被丈夫所爱的话 你知道吗 他说他里面的爱就非常的饱满 他的情绪就非常的稳定 脾气就很温和 心态就非常的平衡 他里面爱满了 就会流露出来 他很自然的就会为别人来考虑 而且也很能够很愉悦地为孩子来付出 不再是怪孩子 很多妈妈有了孩子之后 后悔生理 你看我的身材 你看不能穿美美的衣服 你看不能再打扮 你看我没有了我自己 我没有了我的事业 我没有我的时间 我没有自己的都没有了 全部被你占据了 你看就这样24小时来照顾 但是呢如果他里面有被爱 他就会很开心地为孩子来付出 也很乐意地跟丈夫一起的来努力 就很少有委屈跟抱怨 所以西方有一句话说 Happy wife 然后呢 Happy life 所以丈夫 记得在家里的关系里面 上帝是第一 接下来呢 我们要先满足太太的情感 她的情绪跟她的需要 不是物质 不是物质的条件 而是太太的情绪 情感跟她的需要 一旦被满足里面的爱 就出来了 Happy wife Happy life 快乐的妻子 幸福的生活 快乐的妻子 幸福的生活 再说一遍 快乐的妻子 幸福的生活 所以太太永远比孩子重要 太太永远比孩子重要 好 我们再来看 那接下来 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 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 孩子不是我们梦想的延续 孩子不是 我没有机会读大学 你要替我读大学 我没有机会做医生 你要替我做医生 我没有机会做音乐家 你要替我做音乐家 我没有机会做百万富翁 你要替我做百万富翁 孩子不是被我们掌控 然后合适我 按我的目标 来去完成我的理想 我的期待 或者我的梦想 不是 孩子是独立的个体 我们必须要了解 他跟我们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孩子 要接纳孩子 然后要去成全他 如果他在他里面的感动 神造他就是要往这方面的壮业 我们要成全他 而不是硬要把他拽过来 所以孩子如果被接纳的话 他就会很开心 他就会找到他自己 他就知道他不是为妈妈的情绪而活 他知道他不是为爸爸的脾气而活 因为他不知道讲什么话 又惹爸爸生气 又被骂了 他也不知道又怎么样 妈妈又不高兴了 然后爸爸妈妈吵架 又是我的错 孩子就不会活在这种的 很没有安全感跟担心的里面 那如果我们知道孩子是被了解的 被接纳的 那这个孩子在家里面很有安全感 他能够做他自己 他能够勇于说出他的想法 因为不会被骂 因为他知道 哪怕我的这个想法不成熟不对 但是父母仍然是以爱来引导我 很有智慧的来引导我 而不是拒绝我 批评我 责骂我 不会是这样 所以弟兄姐妹 这能够让孩子的人生 很快就有一个光明跟美好的未来 孩子如果被接纳 他里面的内驱动力跟潜力 就会自然的被激发 他会成长成为心智成熟 人格完整跟情操高尚的人 而且他在被接纳的过程当中 他也懂得去接纳别人 在一个被接纳的环境里面成长的孩子 他会懂得体谅别人 孝顺父母 尊敬长辈 他会对别人跟他的不同 观念的差异 人生的起落 会对别人有更多一份的理解 包容跟尊重 弟兄姐妹 孩子能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健康快乐的成长 那是我们做父母的 一个的幸福跟感恩 一个美好的成就 我们的下一代 比我们更幸福更美好 弟兄姐妹 健康的家庭 基督徒的家庭 跟随上帝的这个设计 因为这是上帝的设计 不是按照我们的设计 然后我们要带领全家一起的来 敬拜跟侍奉上帝 全家一起的来孝敬父母 孩子从我们身上知道如何孝敬父母 以后他也懂得如何的来孝敬我们 所以在这个重点里面就是 关系跟爱 关系跟爱 然后家庭是要荣耀上帝 家庭不是完成我的目标 不是完成我的理想 家庭的目标是要 我们的家要荣耀上帝 要侍奉上帝 最后我们来看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教会 大家庭 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 上帝在这地上所建立的 看得见的国度 给教会有两个使命 一个是福音使命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蒙恩得救 向我们以上所领受的 这四方面的祝福 我们领受这四方面的祝福 弟兄姐妹 神也要别人蒙福 我们先被上帝拣选 就是要来祝福别人 让我们被上帝拣选 蒙福之后不要成为自私的人 所以我们要有福音使命 把福音带给人 我们要有文化使命 我们要用圣经的价值观 跟原则来治理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成为市长 我们成为部长 我们成为总理 我们用圣经的价值观 圣经的原则来治理 让它成为一个非常有爱 和平和谐的一个社会 教会圣经说是圣徒的大家庭 因为耶稣是身体 我们都是肢体 所以我们在耶稣这个肢体里面 是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造就 然后教会神给我们的活出 这五大目标 重点就在于 光系跟爱 然后完成使命 这是今天我只是做一个引言 讲到当我们想到基督信仰的时候 神给我们这五方面 弟兄姐妹 如果要经营这个家庭 要经营的好 如果前面三个 我们没有好的根基 我们做不到 我们只知道 对美好的家庭 有这样的一个知识 跟理想 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做到 我们有只是靠自己去做 一天 两天 一周 一个月 然后又怎样 又沮丧 又挫败了 又放弃了 然后我们说 啊 理想 不可能 哦 那是别人 别人不一样 别人的背景好 我啊 我不行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没有让 跟耶稣基督接力关系 如果没有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我们跟祂接力关系 我们如果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 神的坏在我们里面 弟兄姐妹 后面两个 我们不容易做得好 不容易做得好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接下来 现在就讲到奉献 奉献礼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坏 然后我们就为这些孩子来道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来 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节说 满了八天 替孩子行割礼的时候 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就是他成胎之前 天使所起的 满了这洁净的日子 他们就按照摩西的律法 带孩子上耶路撒冷 奉献给主 正如主的律法所记 所有投生的婴孩 都当称为圣 归给主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投生的婴孩这边写 投生的婴孩全都归圣 归给主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有这三样事情 我们要分别为圣 归给主 或者说献给主 原因是什么 原因这是上帝的 不是我们的 上帝的 第一次讲到分别为圣 或者说为圣归给主的是什么 创世纪第二章 讲到上帝又六天 创造天地万物之后 第七天 上帝说 这一天是分别为圣 成为圣日 是属于我的 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在这一天 分别为圣的圣日 不是我们的 是上帝的 上帝说这一天 是要来什么 是要来敬拜他 这一天是要在他的面前 我们有很好的休息 放松 恢复我们的精神 体力 跟情绪 好让我们可以 好好的经营我们的家 因为要跟家人在一起 好让我们可以 亲近上帝 可以敬拜上帝 好让别人知道 我们是一群 信靠上帝的子民 这就是为什么 主路庆典很重要 主路庆典不断在告诉我们 我们是谁 我们所信的上帝是谁 他是一个见证 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上帝是谁 所以弟兄姐妹 第一个分别为圣 神说是我的 不是你的 你不能够多取 那就是分别为圣的日子 就是圣日 就是我们今天的 新月的七日第一日 旧月的是七天的第六天 这是第一天上帝 第一次上帝说 要分别出来属于他的 我们有没有做到呢 感谢主你们在这里 第二个上帝 讲到分别为圣的 就是头生的男孩 跟所有头生的动物 都是属于上帝的 为什么 这是从上帝把以色列人 从出埃及境带出来的时候 还记得吗 最后的那个灾难 就是上帝要击杀 全埃及地的长子 跟这个头生的动物 那一天叫做灭命之灾 因为法老硬心 不让以色列人离开 上帝说 让我的百姓去 侍奉我 但是埃及代表的是 这个邪恶的世界 罪恶的世界 不让上帝去 实灾 地实灾 就是灭长子之灾 但是以色列人 有神的恩宠 就是如果我们在门口 门框上涂了血 灭命的天使 看到这个血 我们知道就是 预表耶稣的宝血 就越过了 里面的长子 长子包括很多 你看如果 如果我的父亲是长子 我也是长子 如果我的孩子也是长子 请问这个家庭 要死几个人 三个 因为是长子 都要被处死的 哇 你看那个门框 涂了血 灭命的天使就过去 长子就被保留了 所有头生的动物 也都被保留了 所以从出埃及之后 上帝说所有的长子 跟头生的都是属于我的 因为是什么 因为是这血 保血所买熟的 是属于上帝的 那你说长子是属于上帝的 代表什么 长子是家里的代表 所以长子归于上帝 就表示全家乐意属于上帝 因为长子是那个代表 我们中国文化很清楚 你发现了很多的 重要的传承给谁 长子 所以长子是家里的代表 是非常重要的 长子原来献给神 因为以色列人两百多万 需要被教导这个律法 需要被教导如何来敬拜上帝 所以长子出来之后 是全都要来到圣殿 或者来到会幕 要来侍奉上帝的 但是不容易 所以圣经 上帝用了另外一个方式 他拣选立位人 来这个支派 成为全时间来服侍以色列人 教导律法跟如何敬拜上帝 所以立位支派被拣选 来代替每一个家庭的长子 那每一个家庭的长子 需要用钱把它赎回来 那长子就不用去到圣殿 来侍奉神 或者不要 侍奉神就不是全部都在圣殿 而是被拆派出去到以色列每一个的地方 来去教导神的话 就好像我们今天传道人 被拆派到世界各地 每一个地方都有教会 都有教会来去牧养 等等这一方面的 所以用钱把它赎回来 所以长子是献的 但是是赎回来的 在家里 然后有立位支派 立位人来代替 这是上帝所说的 分别委身归给祂的是这个长子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马拉基斯所说的 上帝说百分之百你们的财务跟收入 都是上帝赐福的 而十分之一 上帝说是我的 所以旧约里面告诉我们 这三方面分别 委身是属于上帝的 第一 圣日 所以礼拜天 我们要分别出来属于神的 敬拜者 第二 头生的 还有长子的 是属于上帝的 第三 十一奉献 是属于上帝的 不是我们 那新约呢 新约要多少 哇 新约的是全人 是整个人 不再是长子而已 不再是十一奉献 是整个人属于上帝的 因为神的灵 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这个人就变成圣殿了 新旧约是不可能的 如今我们整个人是圣殿了 全人的上帝 既然住在我们这个卑微的躯体里面 住在我们这么样的破败的灵魂里面 我们这个人百分之百的献给神 属于他 殷孩奉献礼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那个 请Lora帮忙 换另外一个 殷孩奉献礼的 那我们今天的圣经的教导就先到这里 我们现在就进入殷孩奉献礼的 好 那我们殷孩跟儿童的奉献礼 好 那我们今天会有这四个 请问路卡斯OK吗 可以了 感谢主 那我们感谢三天 我们今天会有这四个 那对我们好像还没刚刚 会讲到做一个祷告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吗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你自己的话 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蒙爱 蒙福蒙恩宠的 你要帮助我们 靠着你圣灵的能力 智慧和你的话 来经营基督化的家庭 我们这时刻 接下来要把 这个婴孩跟孩童的奉献礼 完全的分别出来献给你 主啊 按照你的喜悦来做 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奉耶稣基督圣明祈求的 Amen 好 首先我们要请 胡全跟神路的女儿 胡家密 Irene 她们是去年 Lot down期间 Lot down前一周 生出来的 Irene的意思就是 平安 Lot down那一天 Lot down前两天 生出来 这是她们的第四个千金太宝贝了 胡家密 然后我们要请 第二个的就是 玉学姚 Eddie 还有她的太太 陈静 威尼 她们 在下面 好 OK 太好了 那她们的这个第二个宝贝的孩子是Hannah她们的女儿叫于月星 好 在这边 OK 好 我们很开心 第三个呢就是于响 Jack 还有吴少侠 Windy 她们的女儿 于心仪 Freeny 好 太棒了 可以帮忙拍照吗 那个存家照 因为他们证书 等一下旁边是需要 这个存家照 OK 还有接下来的是王洪跟袁杰的儿子王以乐 Lucas OK 好的 太好了 好的 我们今天会有这事 对太好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婴孩跟孩童洗礼不是什么 我们很快的来看好吗 那么婴孩跟儿童的奉献礼 第一不是洗礼 也不是奉献做传道人 也不是交给上帝来管 我就不用负责任了 第二 孩童奉献礼是表达父母对神的心意 重于孩童本身的意愿 好 那我们今天就看第三 因此孩童奉献礼是做父母的 先将自己当作活继献上 同时也延伸到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 孩子将所宝贝的孩子也献上 然后我们来看 那么婴孩奉献礼的意义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公开承认生命是从上帝而来的 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 第二承认孩子是属于上帝的 我们只是管家 那么按上帝的话语来教导跟培育孩子 第三是靠主的恩典跟慈爱 经营美好的家庭给孩子 让孩子感受到父母 是代表上帝来爱他们 保护他们 养育他们 第四 靠主的力量智慧 让孩子从小就认识上帝 耶稣的救恩 并且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孩子 塑造孩子的品格 也盼望父母亲自带孩子 信主重生得救 那是最有福的 那第五个就是感谢上帝 让我们成为孩子的父母 与神同工 培养尽前的后代 愿神按照他的心意和呼召使愿孩子 一生龙神一人 然后第六 把孩子献给上帝 表达我对上帝的感恩 也求上帝看顾 保护并赐福 因为父母有一天会过去 但求上帝带领这个孩子的一生 好 这就是因爱奉献礼的意义 那我们接下来有这四个问题 要问做父母的 你们就来回答一下 好 第一我要问这四对的父母 你们是否愿意按以上的意义 甘心乐意把孩子奉献给上帝 让上帝一生看顾保护带领他 然后你们也与神同工吗 愿意吗 好 太棒了 我们来看第二 身为做父母的 你是否愿意你的孩子 身心灵在主耶稣基督里成长吗 好 好 第三题 你是否愿意愿圣经的教导 他爱神 顺服神 并透过教会生活 在知识和恩典上斩尽吗 我愿意 好 第四 今天你们将孩子奉献给人 是否也愿意将你们也献上给神 为主而活吗 我愿意 好 太棒了 好 我们一起先做这个祷告 我先念这段话 因着你们在神和众人面前的誓约跟承诺 我以牧师的子分很乐意的将这四位孩子交托在上帝的眷顾跟保守中 求主愿纳赐福 使他身量与智慧一同增长 盲有主的荣耀和恩典 终其一生 然后我现在先为这四位一起做这个祷告之后 我再个别为他们做一些的祝福祷告 全能的上帝 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把这四位你所爱的孩童交托在你的手中奉献给你 当愿在圣灵的引导下 这四位孩子年幼的生命得以在恩典中长大成熟 愿父神保护他们的身体 并救他们脱离一切的试探 愿上帝呼召他们在上帝的国度里 侍奉他 使愿他们让上帝得到荣耀 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那这时刻你们就面向台上 我请师母来 稍微有点距离,因为有拍照 好,胡穷神鹿 他们的宝贝的女儿胡加密 Irene 阿爸天父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为你宝贝的女儿胡加密 Irene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 谢谢你,亲爱的主 你的圣灵真是一个充满他 主啊,我要感谢你 这个孩子是在你的店中来安静亲近你的 主啊,他是一个敬拜者 他也是一个带导者 主啊,因为在他的心里面 有一颗眷恋,眷慕你的心 我要谢谢你这个的女儿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 他是平安之女 主啊,是的 他能够把耶稣基督的平安 从他的生命里面活出来 也赐福给别人 也应做他在你的面前是家里的带导者 也带给他的家庭蒙福 我要感谢你 主啊,谢谢你赐给Irene有智慧聪明 你给他属天的悟性 能明白你的话语 使他的敬拜跟赞美 是在万民中奉耶稣基督得圣 圣灵祈求和祝福的 阿们 阿们 阿爸天父,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来祝福 这个家庭 祝福胡琼 祝福沈露 祝福Nancy 祝福Rebecca 祝福Cloy 主啊,我们要感谢你 把这家庭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 他们是被你的圣灵所充满 他们有你所赐的智慧聪明 你的爱 你的话语 来经营基督化的家庭 来荣耀你的圣灵 我要谢谢你 你使他们心里面有力量 让这个家庭充满敬拜赞美你的圣灵 奉耶稣基督圣灵求的 Amen 现在是Eddie跟威尼的家庭 好可爱 阿爸天父,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为你所爱的与耶稣 Henna来向你祷告 主啊,我要谢谢你 主,你的圣灵充满他 充满他,我要感谢你 主啊,你赐给他的是 先知性的教导者的恩赐 我要感谢你 你为加拿银铛那玛纳赐给他 我要谢谢你 他是一个站在 主啊,你为他预备的这个位置上 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教导者 主啊,在他的世代 他要影响许许多多的人 来认识你 我要感谢你 你让他的口所发出来的话语是带有能力跟火 能够击退这些的敌人 主啊,我要赞美你 我要祝福他在你面前 他是干强站立 敌人在他面前是站立不住的 奉耶稣基督圣名 祝福Henna 奉耶稣基督圣名 求的 Amen 阿爸天父 我要奉耶稣基督圣名 祝福Eddie 威尼 还有 Josua 主啊,这个家庭 Henna这个家庭 我要谢谢你 这个家庭在你的面前 有你的光照亮 你在他们的面前 就是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跟慈爱 引导着他们 而且在他们的家里面的祭堂 主啊,是常常来亲近你 必有你的天敞开 你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我要谢谢你 要使用这个家庭 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家庭 要带领他们很多的朋友 来认识你 谢谢你保护这个家庭 而且这个家庭 主啊,已经定义 就是要来侍奉你 跟随你 培养近前的后代 奉耶稣基督圣名 感谢和祝福 Amen 好可爱哦 我们为鱼翔 还有少侠宝贝的女儿 Freeny来祷告 我奉耶稣基督圣名 主我为Freeny叫鱼 鱼心仪来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主耶稣我要祝福心仪 祂要在你的面前 祂是蒙恩宠的 主啊,我感谢祢 祢给她一个锐利的眼神 能够动破仇敌的诡诈 动破这一切的谎言 亲爱的主耶稣 我要感谢祢 因为祢在祂的里面 放了一个敬拜祢的心 主啊,这是一个敬畏上帝的 主啊,祂要在祂的世代 祂要成为一个影响 许多年轻人的 一个的 祂恩高的和使愿的 一个大有能力的远世 我要赞美祢 我要感谢祢 谢谢祢 谢谢祢让祂 主啊,是的 这个很喜欢的来敬拜祢 我要感谢祢 祢的话语成为祂的喜爱 因为主啊,祢要让祂的 这个的 很强的分辨的能力 跟辨别的能力 主啊,能够动破这些仇敌的谎言 并且祂要起来呼吁 要带领许多的人来跟随主耶稣 我要谢谢祢让祂的手上有光明的兵器 主啊,有圣灵的宝剑 以及那极坚固的信心的盾牌 我要感谢祢 主啊,祢使祂穿上这个传飞的鞋 好让祂所行走之处 都有福音的火在燃烧 谢谢祢这样的爱祂 谢谢祢恩宠祂 奉耶稣基督圣明 感谢和祝福的 Amen 阿爸天父,我要祝福宝贝的Jack Wendy 主啊,这个家庭 主啊,给他们同心合一地培养这个宝贝的女儿 我要谢谢祢与他们同在 主耶稣,祢就是这个家庭的中心 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看到他们夫妻很同心地来敬拜祢 他们在家庭里面设立了这个祭堂 让这个孩子是在一个爱跟温暖的环境里面来成长 我们要感谢祢使用这个家庭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奉耶稣基督圣明求的 Amen 好,黄红圆结 Lukas 王以乐 他爸天父,奉耶稣基督圣明 为你宝贝的 以乐来祷告 他爸吃药 看看,看看生病 对,对,好的 不舒服 主啊,你说从婴孩 孩童的口中要建立这个赞美的能力 是的,这个孩子你给他这个权柄跟能力 主啊,将来不管当他呼喊的时候 主啊,人们要起来 要起来征战 他要在你的面前 真的就是一个以乐 主啊,是有你的供应跟同在 主啊,他要在你的面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将军 我要谢谢你与他同在 你要保护他,带领他 因为他口中发出能力 我要谢谢你 主啊,你要让他的心 主啊,就是爱慕你 他的心就是里面有一个敬畏你的心 而且这是一个敬虔跟敬畏你的心 并且他的心要分别出来 主啊,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 并且他要起来 主啊,来影响,来改革这个世代 我要赞美你,我要感谢你 亲爱的圣灵,你自己来充满他 主啊,你自己来充满他 主啊,让这个孩子在你面前 主啊,你给他权柄 可以做医治释放的工作 你给他这样的恩高恩赐 让他里面大有信心跟能力 主啊,将来长大,他要做医治的工作 他要叫被授的得释放 我要谢谢你给他这样的权柄跟能力 你爱他,你保护他 主啊,是的,谢谢你的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和祝福的 天父我也特别把王红跟 言杰这家庭交在你的手中 谢谢你 让他们夫妻同心合一的来营造基督化的家庭 让这个家庭充满着基督的新香之气 让这个家庭里面充满着赞美你的声音 以及你的话语 成为他们每一天主啊所喜爱的粮食 我们要感谢你 这个家庭是一个开放的家庭 要接待许多人 并且透过他们的生命的见证跟榜样 要影响许多人归向你 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感谢的 阿们 感谢主 那一起靠近一下 我们师母我们一起拍一张团体照 很快的拍一张 不是一样 我们一起拍一张